一丁一丁 欧民老婆的展翅高飞的外面 让台湾市新台保障协会的 副总监督黄永峰是非常欢喜 要和在这个丁山的赏鸟亭 来进行到交易丢载的时候发现 高达621节 突破2年来的记录 这可以说是最近20年来 顶山地区最多的黑面皮路的试量 今年的黑面皮路的赏鸟记已经到来了 除了包括我们曾文西口的保护区那边 有很多的黑皮以外 另外他们还会到顶山 10地也是顶山赏鸟亭 附近那一边 红士林那边栖息 今有理事长邱仁武表示说 这个丁山赏鸟亭原本是由于 飞起的严调地 但整个交流的心态相当的丰富 除了欧民老婆 黑富燕鸥之外 还有兵局 反嘴横 仓路顶顶的交流上当的总关 昏关处顶徐震仁高龄的时候 行驾两座的赏鸟亭 马行为他来挖鸟友赏鸟的最佳场所 我们现在在顶山赏鸟亭这边 可以看到满天飞的黑面皮鹿 以及在那个湿地里面 一大群一大群的黑面皮鹿在那边栖息 但是我们感到很奇怪的就是说 因为顶山的北侧 北侧那边 顶山赏鸟亭的北侧那边 有很多太阳能板在施工 结果我们本来以为 今年的顶山赏鸟亭这边的鸟 黑面皮鹿应该会比较少 而且这一两天在 赏鸟亭的前面那边 又有在埋设瓦斯馆 但似乎都还没有影响到 黑面皮鹿它们的气息 它们可能认为是顶山湿地这边 它们的那个食源相当多 所以它们都密集到这边来 另外 为了要推动 黑面皮鹿的亲自到哈加新台关公路由 但不是新台保佑客户 将要在12月8号来基盟到日空一举 黑皮亲自亲旅行的外邦 和黑皮亲自属来宝 选到黑面皮鹿的处比外邦 欢迎爱好黑面皮鹿的亲自来拥有报名参加 我们下期视频感情会有彩虹报道